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这些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了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朝廷登入为江南富裕 所以税数就多 可却不知这其中的隐情 税越多越不均 肥了那些大户 可受苦的还是咱们老百姓 请大家放心 这个问题早晚一定会解决掉的 事情就是这样 这些避正不除 江南的百姓如何能过上好日子 不如说服县令大人 给内阁递上一份奏折 也许会有办法 听说内阁目前正面临人事变迁 很是不稳定啊 虚哥老刚刚卸任回乡 高哥老接人不久 一定不会顾及到江南的问题 再说都知道江南的事不好解决 如果真想治理田富不均 土地兼并的话 他早就治理了 还会等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们就到县衙去找县太爷 上来挖掘治水 把眼前的大事先解决了 再做下一步打算 怎么样 只能这样了 你看 这些人 他们都是去逃荒的 房子被水淹了 他们现在无家可归了 只好全家到别处求生了 你看都是 袁军人 不行 这逃避不是办法 如果大家都逃亡了 只会是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这样的话 土地兼并就更严重了 袁军人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相亲们 相亲们 请你们等一下 我有话说 相亲们等一下 请等一下 相亲们等一下 我等一下 相亲们 你们就这样走了 也不是办法呀 你们走了 田税一分也不会少 仍然会分摊到户 而且 贪税之苦 还会 还会连累李甲 既然大家想摆脱困境 也就是 希望在赴税上 得到公平的分摊 你们这样一走了之 怎么会解决问题呢 如果能解决问题 我们还会等到现在吧 再说 现在水患这么严重 我们连家都没有了 逃荒 也是无奈之举啊 是 没办法 恩人哪 您冒雨给我们送来食物 我们对您也是感激不尽的 但是您家里也不宽裕 周既我们管得了一时 管得了一世吗 是 不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叫大家不要急着走 我们再想想办法 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这样 我今天到衙门去 就是要去请愿的 咱们挖泥古地 泄水宝田 这样一来 咱们的生计 就有了暂时的保障 然后接下来 咱们再想办法 把咱们的土地再讨回来 你们说好不好啊 这 可能吗 行之吧 就是 怎么这么容易啊 我叶举人愿意做担保 听大家相信袁秀才的话 先不要走 请大家相信我 请大家相信我 那我们等等再说吧 好 我 我现在就去 好 请等着我 走 跟着 大家都跟着啊 不理睿睿 站住 怎么回事 你站住 咱们等等消息吧 让一让 让我进去 让一让 这 你们是什么人 大人 为何私创本牙 大人 我是本县的举人 叶道吉 大人 我是本县的秀才袁皇 我们有吉事 向大人禀报 是啊 原来如此 请坐吧 谢大人 不知二位有何吉事啊 大人 我们来是想请大人做主 帮助百姓们解决水患的 百姓们如今流离失所 再不治理水患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了 是啊 可是本官也有难处啊 我接任以来 库银亏空 再加上天赋收不上来 我正发愁没有银子 收不上粮 叫我如何交差呢 这治水之事 恐怕是更顾及不了了 大人 大人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学生觉得 如果水患不治 田蝶被淹 再加上百姓各地逃亡 田蝶被废治的话 没有人务农 恐怕填税就更难收上来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是治水需要钱 更需要劳力 这次水灾 淹没良田上千亩 死亡二百余人 五家可归的人 连饭都吃不饱 更不会来干活了 天灾是人为造成的 因为无人组织清淤 到了雨季水位一涨 河道堵塞 水流不畅造成水患 县里的人 每年都为此缴纳银子 可是银子都装进了四人的腰包 水患仍旧得不到整治 你说百姓能不心寒吗 大人您到大门外看一看 有多少灾民正期待着他们的父母干 带着他们重建家园呢 是啊 大人 既然皇上任命大人为本县县令 一定相信大人能给民众带来安居乐业 如果皇上知道大人治下的百姓们 逃亡流浪 我想一定也会怪罪下来的吧 其实本官何尝不想在任上做出一番业绩呢 那依你们的意思呢 大人 我劝大人将那些灾后无家可归的百姓组织起来 挖泥固地 大人不用为银子挖仇 只需从棺仓中每天给每个人拨三斤粮食 是 这样他们的温饱有了保障 就再也不会逃难了 这毕竟是他们的家呀 大人 若采取这样的办法 大人您不禁有恩于民 有功于国 还会得到百姓的拥戴 功德不小啊 言之有理 可是本官对民情还不甚了解 对怎样做这项工程 心中无数啊 大人 学生以前就曾经带百姓做过治水的工程 只可惜当时天时地理人和尚不具备 再加上当时我年轻气盛被小人所利用 所以后来工程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想起来心中一直感到遗憾 很想找一个机会弥补当年的过失 大人 如果您信得过我的话 我愿意再次成领这个工程 大人 这是我研读了古代治水书记和考察的现场之后 画出了水患图和排泄方案 请大人过目 请 大家不要着急听我说听我说 县台爷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任命袁先生做本县的治水总管 由他来带领大家抗灾治水 大家请安静 现在县里面已经答应了 给每个出宫的人每天三斤粮食 这儿虽然不多 但是大家口粮的问题总算是有了着落 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齐心合力 把我们的家园重新建立起来 把水患彻底根治好 好好好 我们相信你 你就带着我们大家干吧 对 我们不走了 大家干吧 不走了 不走了 你干吧 袁万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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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这么急啊 好啊 又回来了 看看这回他能有多大的作为 张志明 这是你的 这是给你的 谢谢 看看我的学生 懂了圣贤书 为你办事 我这心里高兴啊 圣而约 民为上 君赐之 谁把老百姓的困难解决了 那老百姓要记他一辈子的 放好了 工具被人给围了 去看看 少爷在这儿 娘去看看就回来 等着娘啊 都不行挖了 再挖 我家的地就要被淹了 难道县太爷没有跟你们说过吗 青鱼势必会借你们家几十亩田过水 但是虽然损失了这些地 却得解救无数百姓啊 我不管 县太爷倒是说了 可田是我们的 他县太爷也做不了主啊 就是了 要淹地 就是了 可以啊 不过要本银子 这年头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啊 这不是买卖 这是县里的事 是大家的事 再说 这些地本来就是百姓的 是你们巧取豪夺来的 胡说 是 是他们交不起税 资源卖给我的 怎么算夺啊 你们现在想要的去 可以啊 眉母按三十两银子算 按你这么说 几十亩地就要几百两银子 一个不是乔竹杠吗 这怎么是乔竹杠呢 地是我的 要多少银子我说了算 你们搜刮百姓的银子还少吗 这些年连年闹水灾 百姓被逼无奈 只能卖地 可是把地卖给你们的时候 却是按照水源后 剩下的田木树给钱 这种黑心杖 亏你们算得出来 你不要血口喷人 那都是前任县官做下的 跟我毫无关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之所以能相安无事 还不是因为你的儿子在京城做官 有人包庇你 那又怎么样 有本事你也去做官 你一个小小的举子 想做官 也不过九品芝麻官 能管什么用 少废话 你不给银子 我就不让你们干 你竟然属于趁火打劫 是要造报应的 报应 好啊 我等着呢 好啊 袁先生我们跟他拼了 对 袁先生我们跟他拼了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冲动 都不要冲动 听听我说 我们大家先回去 今天先不干了 袁先生 袁先生我们跟他们拼了 我们也放弃了 大伙可都是因为信任你 才跟你干的 是啊 先回去商量商量以后再说吧 哎 我也是没办法呀 你知道 那个里园外 动不动就搬出他在京城做官的儿子压我 他总是说他儿子在京城做官 到底是个什么官这么大的威风啊 哎 听说 他儿子是个锦衣卫 官品虽然不高 但是是皇上身边公公的干儿子 谁敢惹他呀 哎 这件事若是与他作对 恐怕大家都要吃亏呀 原来这样 怪不得他称霸一方的 我想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借机捞点银子 如果不让他们捞到好处 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借田过水的 这是明摆着敲诈 连大家的工钱都发不出来 哪有钱给他们呀 上次治水的时候 朝廷批的还有圣银 他一定知道的 所以这次 他就是想借这个明末 把没有得到的银子再捞回去 对 你说的有道理 可我们得罪不起他呀 老爷 如果您得罪不起他 那老百姓怎么办 难道工程就这么停了 这可是关系百姓生死啊 没有您的支持不行啊 本县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我家也有老小 如果跟他作对 一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们再好好想想啊 那我还有事 我就不陪你们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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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极 算了 我们回去吧 瞧他也没有用啊 不舒服 他们为什么 我们不要妨孔 我们是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公 还在闻那些栽密发愁呢 天一冷 他们就更难过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工程一停 粮食也该断了 怎么办呢 要不请宪老爷给皇上个折子 也许能 皇上整日不理朝政 如果折子递给他 他再往边上一扔 岂不什么都耽误了 再说现在宪官也不敢管这件事了 说什么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看宪老爷一个堂堂七品官都没有办法 你一个秀才 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意思是 阿莲 你说的没错 我什么都不是 怎么为百姓做主呢 只有当了大官 才能铲除这些恶霸 所谓宫门好积德呀 我看宫门 也一遭遡 要想治他们 只有搬出一位 能为百姓说话的大官才行 到哪去找这位大官呢 阿莲 我想起一个人来 站住 你们二位是来打官司的 不 我们是来见海大人的 海大人不在府内 他一早就出去了 那您知道大人去哪里了吗 可能又下去体察民情去了 那我们在门口等一会儿吧 好 大人回来了 小民拜见海大人 海大人 你们是 您不认识我了吗 您在上城的路上还曾经救过我呢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们有什么事进去说吧 好 谢谢 大人 事情就是这样 真是岂有此理 现在百姓不但苦于水患 也苦于乡绅的盘剥 那些人长着自己的势力 勾结官府 霸占良田 势压一方无恶不作 百姓们是有苦难言的 他们就盼着能够有一个青天大人 来为他们做主啊 这个我明白 要向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务必在江南推行一条编法 此法不行很难解决负义的弊端 这回皇上派下官出任 我就是决心在这里大刀阔斧地整治一番 听说大人 这次实行一条编法使百姓大打受益 但是也得罪了徐杰大人 甚至外面 也有人说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徐格老是本官的恩师 并对本官多有提携 徐格老对本官的恩责 本官是莫齿难忘 但是王子犯法当以庶民同罪 他的家人仗着徐大人是朝廷的元老 就危害一方 不但侵吞治和乾粮还仗势欺压百姓 百姓们早就是怨声载道 本官怎能做事不管 若不秉公而断 将犹如天下苍生大名社稷 只是忠义很难两全 励志腐败是很难整肃的 大人曾经告诫我 要难行能行 学生始终牢记在心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官 所以我们在诸多方面也是无能为力 你们能有这颗心就很好了 本官看到了你们也就看到了希望 所谓出生牛肚不怕虎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好啊 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说吧 我 大人 百姓重建家园必须要先治水 可是借香肾的地过水 他们就伸手要几百两银子 而这些地又都是他们从百姓那里低价兼并到手的 弄得现在工程无法继续 大人 学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办法倒是有 请大人明示 让他们自己主动退田 不 不可能 哎呦 这个消息那那那那可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到徐徐徐海瑞那里告告关去了 哎呦 哎 这个海瑞是有名的刚正不阿呀 他是敢抬着棺材进建的主啊 这次整治江南他连许个老都没放过 快想个办法吧 对对对 快想办法啊 看来这把刀是朝着我们来了 对对对对 是怎么办呢 找少爷问问 看看京城有什么动静 对 赶紧写一封信 派人快马送到京城 就说 家里有大祸临头了 叫他赶紧想一个救急的办法 我我这就快去 快啊 快快 好一个海瑞啊 自己请个小毛驴也就算了 还要让我们全陪着 这回 我一定要与各方联手 把他给搞下去 对对 让他再进一会大马 不不不 这回 我要让他和元皇那一伙 给我进棺菜 好 进棺菜 好 这好啊 太好了 县里要征出大户人家的偷露的天赋了 真是英明知己啊 哎 听说啊 这都是元秀才和叶举人去找了海青天海大人的缘故啊 哎呀 总算盼了这一天了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有了上面的指示也就好办事了 这回不但可以杀杀那些恶势里的气焰 还充实了国库 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哎 只是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麻烦呢 我想 有了海大人的支持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嗯 这就叫得道者天助 是啊 这次我找你们过来 就是想请你们协助本官完成这一条边法 大人请放心 在下必定会竭尽全力 一条边法一经实施 那些被他们霸占的田地 就成了烫手的山羽 嗯 他们就会 吐也不是 吃也不是 可是到底如何做 才能使他们主动把田地 退还给老百姓呢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他们究竟有多少田母在田母厕上 这可就不好办了 我已经查过了县里的田母厕 那些个大户人家 在册子上登记的 也只有几十亩 最多的才几百亩 可农民的手中没有土地 他们究竟占了多少 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 我们应该先去把属于各家各户的田地数量搞清楚 然后根据田地的实际占有量征收田父 好 先逐个落实 登记在册 再行定夺 哎呦不不不不不好了 据说他们要让我们把这三年的赴税全部交了 这就如何使得 怎么办 真要退田了 什么办法没有 哪能退一退田 退田 不行 我们好不容易出泥腿子那里弄来的田 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推给他们 不行不行不行 要怎么办呢 哎 令姑子在京城里边有没有消息啊 对 他来信了 皇上最近身体不适 根本就不上朝啊 朝中为此事都炸了锅了 但是谁也做不了主 大家都暗中较劲哪 哎呀要我说呀 嗯 我们就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啊 什么意思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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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能行吗 这是啊 出了事我顶着吗 啊 我就不信 斗不过他们 啊 我看 只有这样 对对对啊 哦 哦对 他家核对过了 啊 啊 啊 这是你的吗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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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们哪敢说啊 哎 我明白了 怪不得全县这么多土地 账上却只有这些 父神们从百姓手中拿了田 账上根本查不到 真狠哪 全县这么多的赋税 让这些穷苦人来承担 算起来百姓手中只有这么少的地 等这阵风头一过 父神们照样收他们租 哎 我看这件事找玉先生商量商量 他比我们经验多 好 走走 好 玉先生 我们现在是恶拳挡道路难行啊 财主们的田母侧外实际的大量土地落实不下来 这样的话 全县的赋税就摊不到他们的头上 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啊 嗯 嗯 我明白了 李元外他们这些人 是绝不会甘心情愿 为他们额外占有的土地 交出三年赋税的 不过 这也不难办 哎 您要好主意 你们想啊 这土地呢 在那里又长不了腿跑掉 嗯 我们呢 就一块地一块地的去找主 哦 我们给他来个挨个的调查 凡是查出没有主的地 我们就请县太爷重新写个地契 嗯 将以前的地契作废 谁愿意 把这块地三年的赋税出了 那这块地就是谁的 我看 穷人肯定会赞成的 对对对是 是啊 到时候湖边那些田地 也就变成了无主的地 嗯 我们呢 就正好借这些地过水 哦 这样不就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了吗 哎呀 呃 郁先生这是智者高见呢 哎 我我马上去禀告县太爷 县衙只需对土地重新造个测 县里的付税收上去了 嗯 而没有土地的农民 只需要拿出三年来所欠土地的付税 对他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了 哎 这样一来我们的工程也可以继续干了 真是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了 县太爷 我们家只有册子上登记的一百亩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 哦 我我家也只有册子上登记那八八八十亩 我家就那一百二十亩 再多出一亩天打五雷红 奉仙台爷令 请各位在自己的土地册上画上压 画就画 画就画 好的 我画 好 大人如果没事我们告辞了 恕不远送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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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们果然只成了这些墓术 我们可以继续了 好 事不宜迟 你们看 我以为他能怎么样 原来只让我们写着册子 是 从今以后啊 我们只按册子上写的数纳税 多一分 我们也不给 我们算大功告成了 好 快点啊 是 五摩 好 来 来 来 这块地是你家老爷的吗 好 我这边量完了 没错 这些地都是我家老爷名下的 不对啊 你看这上面分明写着一百亩 你说这片地也是他的 是不是弄错了 快快快 这都是我家老爷的地啊 不是 你胡说 不 不是我家的 我总共就一百亩 这亩地当年不是你家的 多一亩也没有 你胡说什么呀 快走吧 他可说这不是他的地了 郁先生 那请你把它记下来 这是一块没主的野地 大家听好了啊 这块地它没有主人 谁愿意把这块地 三年的付税给交了 这块地就归谁了 我们马上洗个地气给他 这个地气上盖的是县牙观印 以前的地气就作废了 袁秀才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这块地丈量出来 共三亩半 每亩按两钱银子收 共收七钱银子 七钱乘以三年 共二两一钱 谁出二两一钱银子 这块地就归谁了 二两银子买三个多地 是不是真的呀 如果是真的 那我砸锅卖贴也买的菜呀 是真的 来 写上你的名字 回家拿钱来 就给你地气 快回家拿钱去吧 先生 真有这样的好事啊 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算数 算数 乡亲们 乡亲们 这是本县奉了巡抚海瑞海大人之命 实行的是一条编法 布告已经都贴出来了 这还能有假吗 大家放心吧 一天真好也不懂 但对我们有好处我就买了 这可太好了 我也要了 我媳妇头上有献成的三子 怎么也值二两 老婆快取下来 我要 我父子是献钱 好 大家别着急 好 一个一个来 放屁 这是我的 你们谁敢买 谁敢买 你刚才还说这块地不是你的地 再说了 你的手艺还印在田木册上 清清楚楚的 乡亲们 谁要帝 好 大家过来 你们 你们 跟我亲人 我亲人 我亲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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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人 我亲人 你 是 你 你们 是 你 你们 回吧 我家老爷 你 你 你 我家老爷 你真的好 是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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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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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这是我家的地器 想不到我家卖了几年的田地又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官府只让交三年的税 不但朝廷税收齐了 今后美母就交这些钱 庄家人也就能活下去了 我听说那个李元外 被气得口眼歪邪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呀 这叫自食恶果 他原来做了那么多的恶事 现在造报应了吧 就是啊 事情办完了 远话和道极也该回来了吧 他们两个现在正忙着 商量明天治水的工程呢 这些日子养养儿的本命 使本县的灾民又能安居乐业了 本官真是自贪不服啊 老爷请不要自贪 你只是比我等了更多的顾忌 学生还有百姓也都非常理解 以前本官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现在想来我这个父母官真是当之有愧啊 恩人啊 恩人啊 这是我在湖里刚刚捕到的鲤鱼 又活又新鲜 送给你们下酒吧 这个不能要 不能要 哎 还是收下吧 这是他们的一片兴趣啊 百姓们安居乐乐了 我们现在自然也该延遇你了 那倒是啊 今日是喜庆之日 是欢乐之日 我们何不让这风湖中的鱼儿 也感受一下这欢乐呢 那怎样让他们感受啊 你看这鱼儿啊 又活又鲜 浑身放着金光 你看它 多像是来向大家和老爷贺喜了呀 我们岂能把它煮了来吃了呢 不如把它放生 让它也同足欢聚 说得好 人凶此心 我是声表赞同 好 来 好 既然如此 本官就息庆尊便 好 好 宇珠君随喜了 回家去吧 好了 阿脸 你回去吧 不用再送了 相公 等考上了举人 回来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为百姓拜事了 考上举人就行了吗 那里我的目标还远着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怨天佑人了 以后啊 我会以改过积善之法来求得我的理想目标的 记着早去早回 对了 我想在回来的时候经过杭州府去拜望一下海大人 这次要不是他老家的支持 那么这县里的事情也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 应该的 朕希望这世上能多一些像海大人这样的好官呢 等着吧 会多起来的 我走了 一路小心 回吧 那位秀才想算算命气啊 我神算子可以把你们的名字算出来的 你说他怎么还不出来 我见到名字的考生进入考场 王天顺 大 李立文 好 还有 这位秀才面气和顺 天庭饱满 印堂发光 分明是飞黄堂塔之相 如果你赐我文银一两 今天定人高中举人第一名 哦 真的 是是是 陈兆先 来了 多给你了 王夫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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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秀才你算算吧 来了 来 不用了 哎呀算算吧 哎 不用了 我知道命运是要靠自己掌握的 我就不用算了 好好好你随便 袁皇 哦 到 哎呀怎么还没有人到我呀 钱嘉明 哎呦终于是我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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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得找找我的名字 我在哪呢 在那快看 你看看 第一名为什么不是我 第六 这是我在那 哎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又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你醒醒啊醒醒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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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们是来送海大人的 海大人怎么了 海大人马上就要制式回家了 怎么回事 这为什么呀 海大人为了百姓得罪了朝廷的奸臣 皇上听信了谗言 以孤明乱政为由 免了海大人的官呐 什么 海大人来了 海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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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起来吧 快起来吧 大家请起来吧 起来吧 快打人就留下吧 大人 没想到您围观如此清廉 居然也遭到罢免 是天不容我呀 不 大人 要不是皇上昏庸 也不至于听信谗言 这不能怪皇上 我一生中已经有过多次这样的大吉大 罗 其实我个人的去留倒算不了什么 唯一遗憾的是 还有很多应该办的事情 没有来得及去办法 大人您放心 您一定会后继有人的 好 大人好走 大人好走 海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你 大人好 大人好走 好走 大人好走 我听相公说 这次考完试顺便去看一下海大人 也不知现在到了没有 什么 看望海大人 我这次听说 海大人被朝中的奸人所害 已经被革职缓乡了 说起来 我们县里的事 要不是海大人的支持 也不会办得这么顺利 没想到好人难当啊 这话可不是这么说呀 原兄